末年的時候 我們成立了一個馬來西亞方寮樂國協會 那這一段呢 我們這一段過程呢 其實他們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認真 在為社會在做服務啦 那我們同樣的 有請我們的即將新任的主席 Amber老師 來跟大家分享一段 到底這段時間他們做了哪些努力呢 掌聲歡迎Amber老師 Amber老師 敬愛的裕翔老師 貝克老師 各位親愛的嘉賓們 以及各位親愛的方寮同伴們 大家校午好 好 那 很好 今天很美好 明天會更好 Yeah 大家今天有學到東西啊 各位沒有忘記 非常好 那首先呢 我要非常非常的感謝 來自台灣AFA的方寮樂國協會 在五年前 協助馬來西亞這個方寮領域 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支持跟幫助 當時候我記得 我們在20 我是在2022年去台灣上這個方寮吧 當時候是因為自身的情緒問題 因為可能是來自一個不是很好的家庭 但是學了方寮以後呢 我的情緒改變很多 反而我也開始會 放棄我父母親給我的一個環境 因為更完美的自己 就是來自那不完美的家嘛 對不對 然後我回到來後 我覺得一方寮這東西非常好 但是為什麼當時候 在馬來西亞找不到方向療法 這一種 這麼好的一個知識 我會跟老師說 欸老師 可不可以邀請你過來 開課 那老師 很友善啊 我講說台灣人就是非常好啊 OK 然後老師真的是陪本過來 因為我們第一堂分享才 五位朋友而已 而且我們那時候是體驗斑馬 所以我們只收一個二十五級馬兵 你可以想像這老師機票多少錢 還有住宿等等 但是老師就是在 這五年裡面都是不求回報的在 幫助我們買一下方寮禮品這一塊 然後呢 我們在這五年 也遇了好不少位的 專業的方寮師 我們把更多的香氣植物 帶給身邊的朋友 希望我們身邊的人 因為這些植物香氣 可以找到更多生命的一些力量 生命的意義 那我們在前兩年啊 就有跟了一般的 幫寮朋友 幫寮同伴們 幫寮同學們 一起開立了我們這個 道地的馬來西亞方向療法入國協會 就是我們的LAAM 那這個協會呢 主要是以 非營利的方式去經營的 所以我們是 屬於一個 非營利的主子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團隊 那我也非常感謝 我們LAAM的 我們的委員 因為他們是在背後支持的 我希望可以藉由大家掌聲 感謝我們的台灣老師們 感謝我們的委員們 謝謝 我們在前兩年呢 辦了立場活動 就是這個孤兒園的公益活動 當時我選擇了靠近我家 像馬六角的一個很郊區的一個地方 做這個分享 那我們的那個分享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 就是跟小朋友們去做這個香氣植物的介紹 我們讓他們親眼去摸那些香草植物 我們讓他們去聞那些精油 那大家給予的feedback都很好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沒有這個機會可以 嘗試這些東西啊 OK 然後呢 我們就圈圈圈 我們就圈圈 送他們精油相片 大家戴上去都非常開心 因為戴上去就是你們香香的味道 隨身 喜愛在我們的身上吧 然後我們第二個環節 就是會請我們這個WIFT的廚師呢 因為他是西式料理的廚師 我們就做這個健康的漢堡包 因為我們其實在那邊就發現到 其實那邊的孤兒院 他們都很可憐 因為他們是屬於一個 非怎麼說 就是他們是需要私人的資助 才能夠讓小朋友 可以上學 讓小朋友都是吃 所以他們的食物都是隔夜菜 但我們去看命香的時候 他其實滿滿都是隔夜菜 所以 那時候是他們第一次有這個機會 可以一起親手烹飪 所以他們非常開心 然後你看我們去讓他們都參與整個過程 然後這小胖子 或是我叫他小胖子 是那邊的人 跟我說他們都叫他小胖子 那小胖子其實讓我最感觸的 為什麼 因為我在活動完畢之後 他就跟我說 姐姐姐姐姐 我可以請你啊 下次可以給我多一點那個薄荷葉嗎 我就跟他說 小胖子為什麼你會喜歡這薄荷葉 他就跟他跟我講 不知道耶 我不曉得為什麼 我聞到這薄荷過後 我整個覺得很開心 然後我突然覺得 好神奇耶 一個小孩子會跟我講 這樣子的話 然後我就私底下去跟院長去 解解這小孩子的狀況 原來這小胖子呢 他在當熟龍過去的時候 大概一大半年之前 他被母親拋棄在那邊 然後我就問他 為什麼他這麼大了 母親把他拋在那邊 他媽媽給一個很奇怪的流 他說 我的兒子很難帶 我沒有辦法照顧他 他就把孩子丟 他就騙了他 他想說 你在這邊住一個星期 媽媽是一個禮拜 他會帶你回家 所以 他就這樣子被拋棄在那邊 所以 剛好我們去的前幾個禮拜 是他的生日 第一次沒有家人的陪伴 就是度過生日 他是非常難過的 所以我當時我就可以了解到 為什麼他會跟我講那句話 他說 姐姐 帶點薄荷葉給我 因為我覺得我聞得很開心 所以我覺得很感觸就是因為 我沒有想到這香草植物 也可以讓他頓時有那一種 就是很開心的感覺 所以我相信他也希望 未來就是有這些植物 能夠協伴著他 讓他在傷心的時候 他可以運用他的這些香氣 去調理他的情緒 所以這個是他吃得非常開心 他好像吃了三粒 對嗎 非常好吃 他都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好包包 OK 所以這個就是 那時候我們有我們的 Point 好 這是我們的Emily 幫了師 還有我們的肯 幫了師 還有她的老公 他們這些都是 無義務地 就是陪我們一起去辦這個活動 市民有消費的 所以我們希望未來啊 有更多的機會 有更多的朋友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加入我們這個平台 讓我們有能力的人 有錢的人 有能力的人出能力 有錢的人出錢 來幫助更加有需要的朋友 OK 那我們在第二個活動呢 就是這個會員聚會 那非常榮心 我們就邀請到我們這個 LAM的副主席 我們的Emily家老師 來為我們辦這個會員聚會 在哪裡聚會 森林與瑜伽 就你看老師在那邊 還有氣勢在叫我們做瑜伽 那時候很開心 為什麼 因為我們去過森林做瑜伽 他打他手是第一次體驗 然後我們還有玩遊戲 喔 輸的人還可以被按摩 你看多爽 所以我們就是 未來會想要 有更多類似這樣子的活動 然後呢 我們做完瑜伽過後 他就還躺在那邊在幹嘛 應該知道啦 就在休養嘛 對不對 休養的感覺非常爽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靜靜的聆聽到 那種鳥叫的聲音 然後那種樹葉的飄 那種輕輕的 崩的那種靜音 所以非常非常的滋養 而且我覺得 可以吸收到那奔多金的感覺 是非常棒 加上我們現在都市人啊 都非常忙碌嘛 都很少有機會 會去到森林啊 去到海邊 這種非常大自然 充滿人的地方 所以我們希望會來 有更多機會 可以帶我們會員們 去到不同的地方 齁 所以我們結束以後 還有自己帶的食物 大家聚餐一起吃 然後聊聊天 聚聚會這樣子 那這是在我們去年 呃 在九月份的時候 一場非常大的大型活動 是在觀丹 一間比較有名的小學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林明小學 OK 它是非常有愛的一間學校 那當時候呢 我們的藝書長Vivian 他們就有跟 對方的學校去接起來 希望我們的協會 能夠到對貴方的學校辦一些 就是讓小朋友們跟老師們 一些紓壓的環節活動 因為剛好當天 他們的運動會 他們的運動會主題 是把愛傳下去 所以當時我們就配合了 芳香療法 與粉彩指揮療癒的 這兩個橋段的重要環節 那這位是我們的Vivian 秘書長 她也是我們接下來的 新上任的主席 她就在我們這一個活動裡面呢 就擔任這個芳香療的講師 讓小朋友們去體驗 那個香草植物 所以當時我們有讓 我覺得芳香療師 就讓他們聞一些 很新鮮的植物 就讓他們去摧一摧它 體驗一下它 那很多小朋友很奇怪 他們講 這個味道很熟悉耶 什麼味道 因為他們都聞過 但是他們沒有真正的去看過那個植物 大家都聞到非常開心 所以我覺得這環節非常重要 是因為可以讓更多的小朋友 可以多接觸大自然 然後第二個環節就是我們這個 你看我們這個攝影師 正在跟這個Emily 粉彩療癒老師 在做這個現場直播 就是她教老師們跟同學們 怎麼用手指 就可以用原色來去做畫 那這個畫呢 我們叫粉彩畫嘛 它可以幫助的就是 就是疏解壓力 找到自信心 為什麼 因為我們講說 其實每個人生成都有藝術的細胞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你學了這個畫 你就會發現自己 其實非常非常厲害的 所以大家畫出來的就是這一些 包括了老師跟學生們 這個是我們的大合照 第三個 是今年的一個年初的活動 是孕婦放療與營養講座 我們跟了這個澳洲營養協會 一位醫生做配合 那這位醫生就會講說 孕婦啊 在孕期啊 怎麼樣注意我們的飲食習慣啊 還有就是營養方面的社區 然後我呢 就在負責就是說 孕期啊 我們情緒有多重要的管理 因為健康的寶寶 是來自一個健康的媽媽嘛 然後你可以看到 這個報紙是在講說 去年的9月份 一個媽媽抱兒子 在作業的時候 竟然跳樓 這是幾段多的新聞 所以我們講 這個是要非常 大家都要去注意的一個課題 然後呢 我們就有 有室文箱子的一些環節 OK 所以呢 我們希望啊 在座的各位專業人士 或者是其實 不一定要方向聊法 可能譬如說瑜伽老師啊 本彩啊 花鏡等等 我們都可以一起把資源給整合 在這平台上 就是把你所長 用成一個事業去發揮 那同時間有能力的話 也能夠就是 回饋給需要的人 所以希望大家 有興趣的話 可以加入我們 那個包包裡面啊 就是那Dory 其實有一個Member Phone 如果你沒有興趣的話 可以就是停個Member Phone 我們會有老師負責 人會到方去協助 謝謝各位 我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范老師 好 所以那時候 剛聽到小胖子那一段的時候 我也非常的感動啦 對 那也非常的 感動有兩個 一個是呢 可以看得到說 在這個社會當中 其實可以得到更多的關愛 第二個感動的是 原來這些都是我們的學生 自己自發性的 要去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感到非常的欣慰 也覺得說 學你自用 原來不一定 只是用在賺錢上面 你也可以來豐富自己的內在 是我內心的這個財富